为了贯彻犯罪林容忍 玉立警分局辖内各派出所 从24号重要节日安全维护阶段工作开始 第一天就查获逃亡8年的毒品通气犯 玉立警分局充分展现警察维护治安的决心 成安工作第一天24号早上 卓乐派出所警员林郑修执行取缔酒驾勤务的时候 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由南往北行驶在台九线上 当时行车不稳并且机车没有后照进 为了安全警员上前蓝亭 发现男子竟然是高雄地方检察署 在103年所发布的毒品防具条例通气犯 已经是逃亡8年的嫌犯 并且在经过6个月行刑全时效就会消灭 马上当场逮捕 全案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 发现该名男子有酒精反应 所以联系资源警力到场协助 随后以警用小电脑查证身份史 后人发现该名男子竟是高雄地方检察署 于103年发布的毒品通气犯 原警卫让男子卸下心房 所以男子翻谈 发现男子对地方上的人事物均十分熟悉 原判已待在妇里有多时 随后在资源警力到场后 当场予以逮捕 警讯后全案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 预理分局从1月24号起到2月7号为止 为期15天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这期间以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民众安心为主轴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取缔11件酒后驾车 为了维护辖区的治安 执行各项勤务只会更积极主动 希望让民众能够快乐平安过好年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